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们 我们又来了 现在呢 随着疫情的逐渐平稳化 日本对外签证也没有一开始卡得那么严了 新的小伙伴们陆陆续续的要准备来日本开始新的生活了 那么在到了日本之后呢 很多同学没有办法一下子适应新生活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是的 我们觉得呢 做好充足的准备 可以让同学们呢 提高新生活的事业能力 那么接下来呢 跟我们一起看看 到日本之后呢 都需要准备哪些 第一步呢 首先是住宿的问题 基本上留学生在来日本前 会先在网上搜索一些租房中介进行看房 或是直接通过原学校预定学校的聊 一般来说呢 一开始我会比较推荐直接租房或者是合租 因为原学校的聊基本上都是比较小的 运气好的话离学校会非常近 这是比较便利的一点 但是呢 运气不好的话 可能会被分配的比较远一些的聊 最重要的一点呢 是 由于聊呢 基本上都是四人到六人合租的 所以它的空间是比较小的 大家相互之间呢 生活习惯上可能会有一些不同 有一些不方便的时候 如果入住聊的话呢 首先也是需要和租房一样 需要交投金以及各种保险的 在我们身边呢 80%的同学 一般来说是不会住满两年的 所以说这个投金相当于是浪费了 因为你租房的话 你还要重新交一次这个钱 不如直接租房或者是你跟朋友合租啊 这样来的比较合适一些 所以呢 希望大家能最好在来日前尽快联系自己信任的中介或者是房东找到合适的房子 说完住宿的问题 我们再来说一下关于打工的问题 很多留学生呢 都非常在意这个问题 因为大部分呢 来日本留学的留学生都是半工半读 貌似大部分的留学中介呢 在介绍日本留学的时候都说 在日本半工半读是可以赚取自己的生活费和学费的 这个说法呢 大家呢 就听听就好了 不要当真 首先呢 日本法律规定留学生的每周工作时间不能超过28个小时 超过28个小时呢 就有被遣返的危险 我们按照日本东京都的实行算 一个小时大概是60人民币左右 看上去是挺多的 但是呢 大家别忘记日本的消费水平可是非常高的 我们每个月的房租最低最低 也得2000人民币左右 之后呢 还有固定的手机化费和网络费用 这两个加起来大概是600块钱人民币左右 还有水电煤气啊 还有我们最低按照300块钱左右来算吧 这些个固定的费用每个月加起来至少是3000人民币左右 然后呢 还有吃 还有交通之类的费用 这个呢 大概是2000人民币左右 当然呢 我们现在这个呢 是按照最低的预算进行计算的 像我们两个在东京活动的话 每个月5000块钱肯定是不值的 对对对对 要多很多的 来日本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很多的日本的找工作的APP上面寻找勤工解学的一些岗位 但是呢 我在这里想跟大家说的是呢 如果是想考一个好学校的话 一周的打工时间最好不要超过三天 每个周不要超过15个小时 划终点了 嗯 因为大家也都听说了 最近几年呢 日本的好大学是越来越难考了 尤其考试中呢 取得优异的成绩的人是越来越多 你不努力的话呢 别人就会超越你 所以抱着考取好大学的希望的同学来日本的话呢 一定要合理的安排好自己的工作时间和学习时间 是的 嗯 说完了住行 接下来就是饮食方面的问题了 很多同学呢 都觉得哎呀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适应日本的饮食文化 这种时候呢 可以去外面的中华料理店用餐 这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但是呢 料理店不但贵 而且也不是哪里都有合适的 还需要你自己去寻找 嗯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推荐大家呢 可以去离家比较近的中华物产店里面看一看 其实日本大多数的地方都是有物产店的 然后像基本的我们在国内用的调料啊 面食啊 还有素食 食品 这些都有的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挑选 当然如果觉得自己做饭太麻烦的同学也可以慢慢探电了 因为日本的文化和生活跟国内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所以呢 到日本之后呢 还有很多的需要注意的事项 今天呢 我们暂时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其他的一些我们到日本之后的注意事项呢 下期再给大家介绍 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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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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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